大家好我是騎士店店長 上次我們拍了CBR650R的一個 辛炫的腳踏後移 今天我們來拍 伊恩林特 他是辛炫的一個外銷的品牌 造型比較經典 漂亮有質感 他的表面處理呢 比較多到程序 所以價格上比較高昂 我們今天安裝的人 就是要交給我們的首席技師 緩緩 讓他全部都自己裝 我在旁邊幫他拍 那我們今天就先從 一樣先從最簡單的左側 在他的安裝說明書上面 請對照零件號安裝 螺絲均需上螺絲膠以防鬆脫 照著他的說法就對啦 來跟大家講一下 所有伊恩林特上面的 這種塑膠螺帽 均需拆掉 他只是固定螺絲 讓你知道位置在哪裡 他的螺絲相對應的位置在哪裡 拆掉 不要再裝上去囉 因為有一些店家 還是傻傻的把這個都裝上去 然後造成安裝上的一些問題 那你們自己在家裡面DIY的時候 或是說 在店家的時候 就是盡量 看到這樣的情況的話 記得提醒一下 OK 大多數腳踏後椅 你看到所有的細節 都會在正面 就是有做一個細節上的修飾 然後如果你今天呢 翻過來 你看到有這樣的修飾 偷輕的動作的話 這都是一個非常高品質的產品 可以的話 大家請多多支持國產品牌喔 整個切削面 然後表面細噴沙 在陽極 手續超多 那我們現在來安裝下面的魚眼 連桿的魚眼 我們選擇裝在這個孔 這個孔 這個孔 對 OK 前後的選擇 又關於它排檔的總行程量 像這個東西在安裝的話 這個人如果常在跑賽道的話 把它放近一點 放近一點 它的行程量是最短的 在你的變換檔位的時候 比較不會因為 踩的不夠深 或是勾的不夠深 導致它變檔不過去 如果你今天是在道路上行駛 你希望它比較輕 勾檔的時候比較輕 你就朝外側 它的視力會比較好 最主要還是要依照你自己的 搭檔的習慣去調配 這個也是一樣 我們介紹一個細節就是 這個連桿 在裝的時候 它正反牙 所以上下要一起懸進去 不要單懸一邊懸進去之後 再懸另外一邊 那是會很可怕的 就是一起懸 來一起懸 它的重點就是 到底的時候要一起到底 基本上要一起到底 這樣就好了 差不多快到底了 OK 大致上就是這樣 千萬不要產生那種 弱差太大的情況 然後我們現在把 靈感的下座 裝上去吧 那我們現在部分這個地方 所有的調整的部分都不上膠 等車主來確認它的習慣的腳踏的位置 我們再來做上膠的動作 那目前我們左側的 組裝完工 剩下等車主來 調適一下腳踏的位置 OK 那我們現在換右側 店長建議是先把這個 機關先拆掉 然後把這個下面這顆羅帽 跟這個下面的機構一起拆掉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換魚眼軸層 然後換這個 這個必須要拆掉 然後拆掉之後 這個才比較好 可以下來放在旁邊 好那我們繼續開始動作囉 這個地方已經拆掉了 像這個樣子 然後再拆這個會比較好 輕鬆 輕鬆 現在發現一個重點 還是先把它的這個換掉 就是油壓感知開關 油壓開關 煞車油壓開關 這是新鮮的腳踏匯中 不可或缺的元素 這種還是比較好 直接放掉 然後把它的這個插頭 放過來插回去 就OK了 OK了 這是我們做的開關 這個做我們做開關的插頭 然後用原廠的這個煞車開關的線 做一個外接開關 那未來如果這個開關壞掉的話 就只要換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直接拔掉 就可以拿出來了 再插回去 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這個線頭做好了之後 我們現在來把它的彈簧 彈簧裝上去 然後再把下面的魚眼走成 全上去 先這樣 然後先把其他的部件 先按上去 然後我們再調整它的位置 如果真的要配合 我們要把魚來給你們 其實就這樣 再把魚放在一起 然後再用一些魚 來電子 然後再把魚放在一起 然後再把魚放在一起 然後再用一邊 然後再把魚放在一起 然後再把魚放在一起 現在我們的右邊也安裝完成 等車主線的角度就已經可以開心啟程 看一下完整 經過我們的總技師的安裝照圖施工完成 什麼樣的工序、什麼樣的順序、什麼樣的做法是比較好的 那你們再做一個自己的調適 相信如果有這支影片的話 DIY玩家可以把自己的車子裝得非常漂亮 那今天這一集就結束囉 期待下一次的安裝吧 因為這麼多東西可以裝每天都來拍一集 大家掰